大家好,首先呢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MaxQDA入门网络课程 现在我们大概看到时间已经是下午的四点钟北京时间和台湾时间 然后呢所以我们也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MaxQDA入门网络课程 这也是呢我们Web公司提供的第二次免费的中文在线网络课程 首先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念海琴目前就职于柏林Web软件公司 负责MaxQDA中文界面的维护以及中文用户的服务与支持 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MaxQDA在智行研究中的基本用法 希望我们今天的课程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认识MaxQDA 并将MaxQDA得心运手的应用在自己的研究实践当中 我们今天的课程一共将持续75分钟时间 其中前面的60分钟由我来主讲 主要内容是MaxQDA在处理智行数据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功能 后面的15分钟呢是我们的问答时间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困惑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跟我进行交流 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 也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MaxQDA在智行研究中的基本应用 MaxQDA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 它来自哪里是如何发展起来呢 所以我想先用两分钟的时间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MaxQDA的起源 以及近几年的发展情况 1989年德国马尔保大学的时政教学教授吴多·库卡茨 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创造了一个智化研究程式 叫做Max 当时呢还主要是用于文本分析 后来随着信息技术 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大家在智行研究中搜集数据的媒介变得越来越多样 要处理的数据类型也越来越丰富 在这个过程当中Max软件不断的丰富自己 可以处理的数据类型 不仅包括知行研究中一些常规的数据 比如说文本音频视频网页 而且还难过了很多我们现在新型的一些知行数据 包括社交媒体 比如说推特或者是在线视频YouTube 在线调查ServieMonkey等各种各样的数据类型 Max呢也于2001年正式更名为MaxQDA 而QDA呢其实就是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的缩写 我们在不断完善Windows软件版本的同时 也于2014年正式推出了Mac版本 所以因此也就成为了第一款实现了 Windows和Mac两种操作系统内界面和功能 完全一致的知行数据分析软件 截止到2019年 MaxQDA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的发展历程 已经成为了知行研究领域应用最广 最受欢迎的软件之一 目前呢我们这款软件不仅能够提供全中文的操作界面 还内嵌了中文的示例项目 大家打开MaxQDA软件之后呢 可以直接看到那个名为家庭教育的中文项目 最后随着近年来混合研究方法的升行 MaxQDA也研发出了States和MaxDictionary模块 可以实现量化数据分析和知行数据分析的游戏结合 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对MaxQDA软件的功能操作进行介绍 首先我们将要对MaxQDA的用户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引入 然后我们将进行一起操作一下如何创建新项目和导入数据 在导入完数据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要浏览和编辑数据 然后在知行研究中 特别大家可能会经常会进行操作 就是对数据进行编码和代码的管理 最后呢我们将引入MaxQDA一个比较实用 而且特殊的功能就是备忘录功能 在数据分析到一定程度之后 大家可能对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可视化 或者是导入数据分析结果 这部分一旦进行一些引入 最后呢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 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学习材料和培训的推荐 好的那我们首先就来打开MaxQDA 我们在MaxQDA打开的操作界面上 首先在它的左上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方这里有一个输入用户名的地方 我建议大家充分利用这个功能 因为MaxQDA可以根据您在这里输入的用户名 来记录接下来的每一步操作 这对于团队合作来说非常方便 因为这个有利于任务分工和每一步操作的跟踪 而下面的三个按钮呢 分别是新建项目和打开视力项目的三个按钮 大家在这个打开视力项目里面 就可以找到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 以家庭教育为命名的中文视力项目 然后下面的这个方框呢 其实是罗列的我们最近打开过 也就是最近操作过的一些项目 这其实是一个快捷方式 可以方便我们很快的打开 近期一直在使用的项目 免得大家每次都要去 比如说通过这里打开项目 然后一层一层的打开本地文件夹 这样呢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下面我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如何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那我们来点击 我们最左上方的这个新建项目 这个按钮鼠标左键单击 那么在弹出的对话框里呢 我们需要给新建项目 选择一个它存储的位置 然后并给新建项目命名 比如说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把它选择存储在桌面上 把它命名为 中文课程 2019年7月 22日 好 让我们选择存储在桌面上 点击保存 那么这样一个新的项目 就被创建完成 好 下面我们就借助这个新建的项目 来详细了解一下 MaxQDA的用户界面 正如大家可以看到的一样 MaxQDA的用户界面呢 包括四个基本的窗口 分别是文件列表窗口 文件浏览器窗口 代码列表窗口 和以编码文本段列表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四个窗口的功能 文件列表呢 供您导入 查看 整理 所要处理的文件 而代码列表窗口是可以进行编码和代码管理的地方 而在文件浏览器里面呢 您可以对具体的文件内容进行浏览和编辑 以编码文本段列表 是呈现和检索编码结果的地方 我们这四个窗口的每一个窗口都单独的开和关的 大家可以在四个窗口的右上角都找到这样的一个插号 这个呢 其实是就是关闭单独 单独关闭这个窗口的一个操作的功能的按钮 大家点击这个窗口的这个插号 这个窗口就会被关闭 如果大家想要再打开呢 那我们就来到主菜单开始 这个类别下面 然后同时点击对应的这个按钮 那么这个窗口就会被重新打开 比如说在编码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还不需要看到以编码文本段 不需要进行检索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建议大家把这个窗口关闭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右侧整个区域浏览文件浏览器 也就是浏览整个文件的这个界面 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这个窗口呢 其实是它的区域 它的排列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可以进行左右这样的调动 还有上下这样区域的调动 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使用习惯进行调整 另外呢 每一个单独的窗口都可以释放 就比如说文件浏览器 大家有时候会想让它变得大一点 我们可以选择释放这个窗口 让它独立的可以进行活动 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在自己的电脑 或者是笔记本外接了一个显示器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拖动到另外一个显示器 进行整个文件的浏览 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想让它回去呢 我们依然选择右上方这个 停靠窗口 那么它就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 MaxQDA的主菜单呢 是整个操作界面的最上方 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类别 每个类别打开之后 又包括很多不同的功能 为大家更好的理解和应用 今天的课程里呢 我们把MaxQDA入门阶段的常用功能 穿插在四个窗口的介绍当中 因为这两个部分在很多时候都是互相连接的 所以说介绍完这四个窗口呢 大家对我们的菜单栏也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好的 那我们下单就进入第一个窗口的介绍 文件列表窗口 这个同时大家介绍一下数据的导入和整理功能 我们在创建完一个新的项目之后 要做的第一步可能就是要导入这个项目要处理的数据 MaxQDA提供的数据导入方式呢 也是非常多种都要灵活 非常灵活的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几种非常简便捷的方式 首先第一种 我们来到文件列表窗口 选中这个窗口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窗口的右上方有一个导入文件按钮 也就是这个绿色的一个门带箭头是这个按钮 这是导入文件的按钮 我们用鼠标左键单击 就可以打开本地文件夹 我们选择导入我给大家这次课程准备的一些数据来示范一下 比如说家庭教育的数据 我们选择把第一个所有的访谈数据导入进去 我们在打开这个文件夹之后呢 选中第一个 然后Shift 然后再选中最后一个 这样把所有的数据都选中之后 点击打开 好的 我们的MaxQDA呢 就是正在导入我们刚才选择的所有的访谈记录 好的 现在我们刚才选择的五个文件已经被全部导入进来 这是第一种导入文件的方式 另外一种导入文件的方式呢 我们就来到主菜单 大家看到有一个单独的导入按钮 打开之后呢 我们来到最左边 文件依然是相同的标志 我们点击 依然可以打开我们的本地文件夹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 比如说把第二个文件夹文献 所有的文献导入进去 依然是第一个 点中之后 Shift 最后一个 点击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以很快的速度 MaxQDA又将我们选中的三个文件导入进来 比如说当导入文件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们也许想对文件进行一下整理 把它进行 这个地方我们在MaxQDA的文件列表也可以进行实现 我们选中文件这个地方让它变成蓝色 依然打到文件列表上面最上方 这个地方给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新建文件组的按钮 我们鼠标左键单击 这样一个新的文件组就被创建 我们给它重新命名一下 比如说命名为访谈记录 这是我们先标键的第一个文件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要把归入这个文件组的文件 直接用鼠标拖动进来 另外一个新建文件组的方式呢 我们依然选中文件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用鼠标右键单击 大家可以看到在弹出的上下文 对话框里面有新建文件组这样一个按钮 这样一个新的文件组也被创建出来 然后我们在右键选择重新命名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PDF文献 然后我们把三个归入的PDF放进来 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初步的文件分组和整理的过程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 先在文件列表里创建一个文件组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先创建文件组 然后给它重新命名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选择想要把图片导入进来 我们给它命名为图片 然后在新创建的这个空的文件组的上方呢 我们选择导入 我们想要导入的文件 选中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导入 然后我们选择刚才的图片文件 然后把这两个图片导入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选择的图片就直接导入了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文件组 另外我很想给大家介绍一种更为便捷的方式呢 就是如果大家在电脑里面已经对所有的文件分好组了 我们可以直接从本地文件夹拖文件列表中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窗口稍微变小一点 在本地文件夹 大家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用这种方式把后面的四个文件组导入进去 我们选中这四个文件组 然后直接用鼠标拖到它 把它拖到文件列表 选中之后不要放开 拖到文件列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MaxQDA就可以很快的速度 连同大家做好的文件分组 把我们的文件分组也都拖动进来了 这呢是一种最为便捷 也是最为快速的方式 其实呢我们的每一个文件组都可以进行重新的命名 即使大家在初步进行分组之后 如果假计再进行调整的话 也是非常方便的 包括每一个文件组里面的文件都可以进行调整 直接用鼠标拖的这种拖动的方式 就可以进行调整 如果细心的用户在这里就可以发现 我们文件组的分类逻辑呢是不重不漏的 也就是所有的文件都在这里 以一览式的方法被罗列在这里 但是每一个文件呢只属于一个文件组 那么其实除了文件组之类呢 我们文件列表窗口还提供另外一个文件整理的系统 也就是下面的集 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的文件集 那么集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下面就结合一个具体的例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在这个家庭教育的项目当中 我们在数据分析的过程当中想看一下 家长和学生在同一个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上面的数据呢涉及到家长和学生的文件都不止一个 所以在对这两个群体进行比较之前 我想要先把家长和学生的相关数据分别摘出来 然后分成两组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下面通过这个集的功能来创建两个文件集 分成两组 那如何创建一个新的文件集呢 我们来选中集这个地方 然后右键单击集 大家可以看到新建组集 那么一个新的文件集就被创建了 我们这个地方给它输入一个文件集的名称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先输入家长 那样一个家长命名的文件集就诞生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家长的相关的名称集 从上面的文件组拖动进去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的访谈记录里面 牧老板 牧船长 胡老板 还有我们的杜爸爸 以及我们的视频也涉及到一个家长的访谈 这样全部拖动进来 就创建了第一个家长的文件集 那么学生的文件集 或者是孩子视角的文件集 我们将这种方式进行创建 也就是我们先找到这个学生的文件 比如说在访谈记录里面 我们有学生的文件 分姑娘是我们针对孩子进行的一个访谈 我们选择激活这个文件 也就是它文件左边的灰色按钮 我们选择鼠标左键单击 让它变成红色 就是这个文档就被激活了 然后我们交点小组 这个也是针对中学生活的一个访谈 也是以学生为视角进行的访谈 我们也选择激活这两个文件 然后想要把这两个文件 归入一个新的文件集 我们依然来到集 这个地方鼠标右键单击 新键组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激活的这两个文档 会自动跳入我们新键的这个组集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给新键的组集 创建一个名字 就是孩子的视角 这样一个新的文件集 也被创建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 也就是先在文件 组上面 找到想要归入新的文件集的功能 新键集 把它激活 这样一键操作 就完成了新的文件集的操作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完成了 这样的两个文件集的创建 也就为后面的组件比较 做好了铺垫 其实如果大家 即使后面不打算做组件比较 也可以利用集的功能 来做很多不同类型的文件分类 最主要的是呢 它不会影响上面的文件分组 也允许同一个文件 隶属于多个不同的文件集 归入文件集的文件呢 依然可以在上面的文件组 列表上面你找到 而且总的来说 文件组呢 可以让您对于一个文件 对于一个项目里的所有文件 有一个不从不漏的综观把握 而文件集可以让您对文件进行二次归类 服务于后面更多的分析操作 两套系统呢 是相互独立 互不干涉的 另外呢 最后一种导入文件的方式呢 我想给您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导入这个主菜单栏里 可以看到 我们MaxQDA可以导入的文件类型 不仅包括普通的统一的什么文本 图片表格等视频音频 还把每一些单列出来的一些文件类型 比如说焦点小组 带时间标记的视频和音频记录 SurveyMonk的调查数据 我们的Max App 也就是MaxQDA的移动APP Twitter YouTube 这些为什么要把这些数据类型单独列出来呢 因为这些数据类型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的格式 而MaxQDA呢识别了这些的格式 如果您通过这个相应的特殊接口 导入相应的数据的话 MaxQDA可以实现一些自动编码功能 我们这里以焦点小组数据做一下例子 进行检视一下 比如说我们以普通的类型 普通的方式导入焦点小组 是这样的一个 再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文件浏览器 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焦点小组记录的 这个特殊按钮来导入这个文档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 我们来打开这个文件 依然是家庭教育 然后焦点小组 大家可以看到MaxQDA已经以很快的速度 给大家进行了自动的编码 也就是按照我们发言人的 发言人的结构进行了编码 每一个发言人他对应的部分 就编码为自己的部分 主持人有六处发言 他已经编码为六个部分 其实大家焦点小组的文档 只要是以这种 然后发言人冒号的形式 这种进行编码 在一个word的文档里面 我们的MaxQDA就可以自动识别 然后以很快的速度 帮助您自动编码 然后编码的结果也会呈现在 我们的代码列表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如果您有比如说YouTube 或者Twitter的数据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自动编码功能 来节省您更多的数据分析的时间 好的 在导入完文件之后呢 我们在哪里可以查看文件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对文件浏览器这个功能 进行一下介绍 文件浏览器不仅可以查看和浏览数据 还可以对数据进行编码和转录 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文件类型 在文件浏览器打开的界面 分别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word文档 我们刚才的访谈记录是word文档 它打开呢 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实现很多的 一些基本的操作 就比如说大概打开的word文档之后 MaxQDA进行了自动的段落编号 这个段落编号呢 其实有用非常利于 大家在团队内部的交流与合作 比如说大家在开会的过程中 进行数据讨论的过程中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九段 或者是第九行这个样子 另外我们的文档呢 也可以进行放大 缩小 然后也可以进行查找 我们这个放大器的按钮 就可以进行一些词汇或者是句子的查找 那对于PDF文档呢 我们打开PDF看一下 除了刚才我们的放大缩小 查找功能之外 PDF还可以直接显示上一页 下一页 然后进行称最后一页 或者是最前一页 这样进行翻页 其实不管是哪种文件类型 我们在文件浏览器当中 都是这样的一个三结构 就是在文件左侧有一个备忘录栏 然后在左侧有一个编码栏 其实具体的位置呢 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习惯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们的编码栏 可以从左边被拖动到右边 如果您在想把您的代码 显示在右边比较习惯的话 那么具体的功能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 对于可编辑的文件格式呢 MaxQA的文件浏览器 可以进行一些编辑功能 就比如说我们的word文档 大家打开这样一个word文档 可以进行一些编辑 比如说我们需要 首先来打开这样的编辑模式 在我们的文件浏览器右上方 编辑模式 我们选择打开这个 然后就有一个编辑栏 就会弹跳出来 可以比如说对文件进行 字体的加粗或者是协体 然后字体的调整 然后我们的行具 也可以进行调整 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当然也可以进行一些 删除啊 或者是在它撤回 或者是添加一些东西 都是可以的 好的 一旦编辑完毕呢 我建议大家立刻 关闭我们的编辑模式 因为这样就可以保护文件 在您无意识的状态下 免得在无意识状态下 进行误删或者是错误的修改 然后这些文件 在您进行编码 或者是编辑 进行了一定操作之后 您选择可以打印 或者是导出这个文件 我们在文件浏览器的右上方 也可以找到相应的功能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打印按钮 在打印地方呢 大家可以选择 是否显示我们的编码栏 以及是否显示我们的编码栏 我们的相应的段落编号呢 也会自动加进去 方便您进行可视化 在操作 另外您也可以设置 页眉或者是页角等等 其实刚才我们在文件浏览器的地方 已经提到了这个编码栏 文件浏览器呢 确实是我们在MaxQDA中 进行编码的主要阵地 但是除此之外呢 MaxQDA还单独设了一个窗口 来陈列所有的代码 以及代码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下面要 着重介绍的代码列表窗口 这里呢 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进行编码和代码的整理 创建新代码 我们首先要创建第一个代码的话 创建新代码 我们这里有给大家介绍两种基本的方式 我们来到代码列表窗口 把它拉大一些 然后大家在代码列表窗口 就可以在右上方这个地方 有一个新代码按钮 用鼠标左键单击 那么一个新的代码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创建第一个新的代码 就是教育内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给新代码选择一个颜色的标识 除了这里罗列的颜色呢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 大家都可以进行颜色的标志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选择它默认的蓝色吧 然后代码备忘录呢 其实是可以对代码进行描述 或者是备忘的一个功能 可以如果大家想创建代码本的话 其实可以把对应的代码的定义 放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家庭教育 我们可以就涉及到家庭教育具体 包括哪些方面 先进行一下备忘 这样的话我们点击确定 这样一个新的代码就被创建完成 然后它对应的备忘录呢 也会显示在对应的备忘录栏 然后呢我们来到文件浏览器 这个对应的文档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想把第一段编码 放进了新的教育内容 这个代码的话 我们把这个地方选中 然后用鼠标选中这个地方 拖动这个不放开 用鼠标左键点中它拖动不放开 把它拖到教育内容这个地方 那么编码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把它拖到左边 这样的话大家看清晰的编码就完成了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先在文件浏览器 选中要编码的段落 比如说这个段落 实际是一个到未来发展的地方 我们选中之后呢 来文件浏览器的上面 我们找到这个按钮 用新代码编码 这样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的代码 我们鼠标作业单击 同样跳出来新代码创建的窗口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它定义为 未来发展 然后我们选择另外一个颜色 就是绿色吧 这里我们就先不创建代码 备忘录了 然后点击确定 那么一个新的代码也就产生了 同样它会自动显示在 我们的文件浏览器中的编码 这种方法呢 其实非常适合于扎根理论的数据编码 因为这样可以大家从文件 文件或者是数据文本的本身出发 来进行编码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舍得海基子在哪里发展 然后也是涉及到未来发展呢 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已经有了 未来发展这个代码 所以我们可以选中之后 把它直接拖到未来发展 这样同样完成了编码 另外呢我们批调比较适合于 扎根理论的意外方种 就是invivo编码 就是利用文本作为代码名进行编码 比如说这个地方涉及到消费 我们选中消费这个词 来到文件浏览器上方 这个地方第三个按钮 就是invivo编码按钮 我们点击 那么以消费为命名的代码 就会自动出现在我们代码列表中 也就完成了编码 好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涉及到人际交往 我们也可以进行编码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右键单击 可以选择用新代码 人际交往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红色 然后确定 好的 那我们新的代码就这样产生了 编码完成之后呢 如果大家后面涉及到 我想调整一下这个编码片段 比如说我一开始是这么多是两行 但是我后面只想要第二行内容 第一行不打入进去之后 如何进行调整呢 你在点击这个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新的想要编码的范围 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拖动到刚才您编码的那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范围的调整就实现了 是非常方便的 你也可以把它扩大 如果想要扩大 它依然是这样直接拖动的方式 就可以调整编码的范围 那编码这之后 如果想要删除怎么办呢 我们在文件浏览器 有单独的删除按钮 撤销 也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撤销面码 点击之后呢 它和最近编码的这几个地方 大家可以选择要撤销的一个代码 这样的话编码就完成了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文件浏览器里面撤销了这个编码 但是这个代码 依然会在我们的代码浏览器里面 被列出来 因为大家如果后面涉及到很多编码的过程之后呢 因为发现每一个代码 它对应的段落 可能不仅在这个文件中 在其他的文件中也会出现 所以说在代码列表中 这个代码并不会被删除掉 因为它还有其他的段落对应 所以这个是一个保护大家编码结果的一个操作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代码列表里面今天删除 比如说 我想要删除一个代码的话 那就选择右键单击 然后选择删除这个代码 那么它在代码列表里面也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 它对应的所有的编码段落都会消失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两种删除的方式呢 就是在文件进行代码的删除 它只会删除一处编码结果 而在代码列表里面 如果删除某一个代码的话 那么这个代码对应的所有的段落都会被删除掉 如果大家编码数量巨大呢 我们这里也会提供一些比较快捷的编码方式 就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在文件浏览器 这样有一个按钮 这个呢叫做quicklist 就是快速编码 这里面会罗列大家最近使用的十个代码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最近使用过 我们可以选中它 然后在这里找到我们最近使用过的 比如说我们想要把它发现成教育内容 然后选中之后呢 我们来到第一个按钮点击 那么它就以一种快捷的方式 直接编码为最近使用过的这个代码 另外一种比较快的是我们来到代码 主菜单栏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常用代码 我们打开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悬浮的独立的窗口 如果大家的代码系统最后非常的长 但是最近比如说有 三到五个或者是十个 大家可以把它拖动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窗口可以一直显示 可以灵活的处理 大家可以看到 是这个地方我们选中之后 就可以直接把它拖到我们的常用代码 这个地方进行完成编码 这也是一种非常快的操作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键盘 比如说有的用户非常喜欢用键盘进行操作 我们也可以一些快捷键的设置 比如说我们把教育内容设为Ctrl1 把它拖动这个地方 那么对应的Ctrl1快捷键 就是教育内容这个代码 我们签订之后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想要翻评为这有教育内容 选中之后 我们来到键盘上Ctrl1 那么就完成了编码 这也是一种非常快捷的方式 另外很多用户可能会问到 如果我想用两个代码 编码同一个段落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想用两个代码 我们这时候要用到激活这个功能了 我们来到代码列表 比如说激活这个 这两个 然后再来到我们选中的这个段落 选中它之后 右键 大家可以选择 用以激活代码 点击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激活的两个代码 会同时编码 是一个同一个段落 好我们选择 依然 禁用 这两个 这是一种非常快捷的 就是用多个代码 不仅包括两个 多个代码 同时编码给一个段落的时候 另外如果一些用户使用 会喜欢使用一些非文字的符号的话呢 我们Execute也同用了一个符号的编码库 就在这里 这个笑脸的标志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设计到职业 然后一些常用的一些符号 或者是表情来进行编码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设到家长成长 是家长还是老师呢 我们觉得是老师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老师的符号 分配给他 这样我们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符号的编码 这样的话 其实是非常利于一些国际化的团队 可以克服一些语言的障碍 非常直观的一种编码形式 另外大家在一开始进行数据整理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对代码系统有这么一个明确的定义的时候 也不知道代码应该如何命名的时候 我们可能比较 比如说在读书的时候 也习惯于用高光笔把它高亮出来 这个在MaxQ列里面可以实现 比如说这个部分 我们想进行高光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提供五个颜色 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颜色进行高光 然后同样它的颜色也会在罗列在我们的代码列表当中 如果您在后续不断的进行代码的就是数据的阅读 然后编码分析的时候 那么对于这个编码有一个更明确的定义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择代码列表里面对相应的颜色进行重新的命名 就比如说这里面是消极呀 或者是任何的态度的一个编码 就可以进行重新的命名 其实是一个后面比较好的归类的方式 好的 那我们代码编码完之后呢 可以大家可能也需要进行一些整理 比如说把一些子代码 那包含在一个母代码下面 我们就来到代码列表窗口 比如说未来发展消费 这都可能属于教育内容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拖动到我们的教育内容下方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归类 或者是代码系统的整理 大家可以看到教育内容就是一个母代码 然后下面包括两个子代码 我们的代码列表窗口呢 可以允许的代码等级最高为10个等级 所以说应该能够满足大家很多的归类的方式 也就是代码系统的发展方式 我们的代码这里面也有一个集 它和我们刚才提到在文件列表中的文件集的功能 是一样的 可以帮助您更好的进行代码的分组 第二张呢是对代码列表窗口 以及编码相关功能的介绍 下面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窗口 也就是我们的以编码文本段列表窗口 这个窗口的功能 像刚开始我们已经介绍过 它是用来呈现和解锁编码结果的地方 我们这里就要介绍到MaxQDA软件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激活和禁用 在有些地方呢会被翻译为启用和禁用 都是同一个意思 这个逻辑呢对于代码和文件都是适用的 大家在后面的使用当中 一定会在很多的对话框中都看到 仅在已激活的文件中 或者是仅适用于已启用的代码 这个功能非常有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只想看某个文件 或者是某几个文件的编码情况 或者是说只想看某个代码 或者是某几个代码出现在了哪些文件当中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激活这些想要查看的文件和代码 对应的结果呢 就会显示在已编码文本段列表中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看一下 牧船长用的教育内容编码的数据都有哪些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先来选择激活让它变成红色 然后来激活我们相应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检查到的结果都被罗列在了我们的已编码文本段列表当中了 Max Security还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操作 也就是下面我们的统计了 大家不要忽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会显示我们现在已激活的文件的数量 然后已激活的代码的个数 然后最后对应的编码部分 也就是检索到的编码结果 也就在文本段列表中 前代的结果结果的数量都会在这里进行统计 我们回到已编码文本段列表窗口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每一个编码片段左边都有一个方框 这个地方呢其实叫做信息框 在信息框里面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找到的编码这个片段 它来自于哪一个文件 它对应的编码是哪一个 就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它来自于明媒访谈记录的文件组 下面的文件叫做牧船长的第三到四段 它的对应的编码的名称呢叫做家庭教育 而第二个呢它也来自于牧船长的五到六段 它对应的编码是家庭教育 是维母代码和子代码是未来发展 大家用鼠标左键单击这个信息框 那么相应的段落就会以出现在跳 马上跳出在我们的文件浏览器当中 这个非常方便大家进行上下文的浏览 进行重新了解这个文件 当时如何进行编码的 大家呢也可以以列表的形式来查看 就是我们的文件以编码文乱列表 这个地方切换到表格视窗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可以表示 文件名代码预览它的内容具体是什么 然后是谁编的码 然后创建的日期以及一些评论 非常详细的信息统计 在这里就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 好的以上 我们四个窗口的基本介绍 下面呢我们要提到的呢 是一个MXQDA非常实用的基本功能 就是我们的备忘录功能 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打开 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中文示例项目 因为那个里面有很多的备忘录 可以更好地给大家展示 我们备忘录可以实现的功能有哪些 我们选择打开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家庭教育示例项目 我们先不管这个备分的情况 我们刚才提到的备忘录呢 其实在很多的窗口里面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我们的文件列表窗口 这里有一个单独的备忘录栏 在我们代码列表窗口 这里也是备忘录栏 好在文件浏览器里面 这个也是备忘录栏 就是这个地方 备忘录的确如此 它可以被插在任何的地方 它其实有点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相当的变迁贴 可以被贴在任何地方 进行备忘或者是说 那么如何创建一个备忘录呢 我们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文件列表里面 我们想对一个文件进一个说明 比如说胡老板这个文件 我们就可以来到它对应的备忘录栏 这个地方用鼠标双击 大家可以在弹出对话框里 我们就可以新建一个备忘录 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新的备忘录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大家备忘一下 它的年龄 就是45岁 有三个孩子 然后我们是酒店的老板 来进行一些基本信息的备注 这样的话一个备忘录就创建完成了 因为备忘录都是随时随地自动保存的 所以我们不用点击保存 直接选择关闭 那么新的备忘录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把鼠标放在上面 它会显示是由谁创建的 在什么时间 然后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都会被显示出来 那备忘录被创建完成之后 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它呢 大家来到我们的主菜单分析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备忘录的一个统一的管理区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由备忘录 自由备忘录就是大家比如说有一些想法 或者灵感的时候想要记录下来 但是也不确定它具体可以被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创建自由的空白备忘录 我们点击这个地方可以创建一个备忘录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想要创建一些关于研究问题 这个地方比如说家庭教育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问题 我想先记录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这样的空白备忘录 然后选择关闭 如果创建一个备忘录 没有不知道它被黏在什么地方了 那如果找到呢 我们依然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点击显示所有的备忘录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备忘录呢 都会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显示哪些备忘录 比如说显示特定用户创建的备忘录 可以选择海勤创建的所有备忘录都会被显示出来 或者是代码中的备忘录 也就是粘在代码上面的备忘录 还是文件中的备忘录呢 或者是以激活的 或者是我们所有刚才建立的 所有的自由的空白的备忘录 都会被显示出来 在备忘录这样的一栏表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查找 比如说我忘记了 到底在哪个备忘录面 寄过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点 那我们可以进行查找 说我们要查找到关键词 它就可以被亮出来 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自己 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记录的灵感啊 想法呀 任何东西 当然备忘录的东西 也可以输出和打印 Excel表格的形式 把它备忘录的内容导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样Excel表格 就会自动生成 然后大家可以把它另存 然后保存在 进行后面的继续的讨论和操作 好的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对于MaxQA的基本功能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些呢 其实可以满足大家 对于智行数据分析 在其实初始阶段的 一个基本处理的需求 包括了 比如说我们介绍了 项目的创建 数据的导入 数据的整理 数据的编辑 编码和代码的管理 代码的检索 以及备忘录的功能 后面呢 随大家研究的深入 以及数据分析的堆积 大家可能有更多的需求 比如说将数据分析的结果 进行可视化操作 对代码关系进行分析 对文件编码的结果进行比较 报告项目的分析结果等等 这些功能呢 都可以通过MaxQDA实现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现在介绍 那么下面 我给大家简单引入一下 可视化工具和报告功能吧 如果大家在可视化工具呢 大家可以在我们主菜单里面 打开一个单独的类别 大家可以这样看到 我们这里提供很多 可视化工具的可能性 比如说 如果想对一个文件 进行可视化 比如说刚才我们的牧船长 如果大家有一个文档 非常长 然后进行了很多的编码 我们就可以通过 比如说文件概述 这个文件来进行可视化 来看到 可以帮您直观的展示 这个文档中代码的分布和频率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双击这个文档 让它显示在我们的文件浏览器当中 然后我们点击文件概述 这样它的文件概述就会显示出来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要显示未编码的部分 如果显示完 它就是白色的部分 就会显示未编码的部分 然后现在颜色呢 就是它对应的代码的颜色 然后是否用这种混合颜色 来表示编码重叠部分 比如说某一个段落 是有两个代码都用它编码了 可以用两个颜色混合起来 表示这个部分是被重叠编码的 然后也可以是圆圈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图片的大小 都可以进行调整 最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截屏 或者直接导出为图片 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进行两个代码 两个文件概述的进行对比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牧船长 我们再来找一个胡老板的时候 我们现在双击 然后选择文件概述 大家可以看到胡老板的这个文件 也是这样展示出来 然后我们也选择黄色的按钮 然后这样就可以两个进行直接的颜色的比较了 好的 这是文件概述 另外如果大家想对多个文件进行比较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到中间这四个按钮 是可以对多个文档进行一键式的 或者是同时的 我们以代码矩阵浏览器为例 我们点击代码矩阵浏览器 以文件为X轴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代码矩阵浏览器 弹出对话框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X轴是所有的文件 然后下面呢 是我们所有的代码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选择 让它比如说 以数字形式显示 大家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家庭教育 这个家庭教育理念这个代码的话 对应我们的分姑娘 有一处为 编码为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的木船长 这个文件呢 有两处编码为这个部分 然后三个 就这样的话 是非常直观的 这种横向 纵向的可以进行比较 如果我们点击这个两道 比如双击这个地方 那么它具体的两个编码结果呢 就会得弹出的 以编码文本段列表中就会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点击第一个 那么它对应的部分呢 就会显示在上面的按钮 同时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地方 它也会显示在我们的文件浏览 非常方便 大家进行上下文的阅读 或者是观看 或者是重新编码 来了解 这个呢 编码结果呢 也可以进行 Excel的导书 或者是其他的导书 好的 另外报告功能呢 其实在这里 大家可以在报告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有报告生成器 它会包括 以编码文本段 就是整个项目 进行一个统一的报告 然后我们的代码本 也可以自动生成 然后后面 我们主要介绍这五个一栏表 包括编码部分一栏表 备忘录一栏表 代码一栏表 链接一栏表 和这样一栏表 非常方便大家进行 整个项目的综观 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 代码一栏表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代码 它的信息都会被统计出来 它的母代码是什么 它对应的子代码是什么 然后它的编码 然后是由谁编码的日期分别是什么 然后它占据 在文件中占据的比例是多少 都会被统计出来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一个综观一栏表 好的 我们现在呢 时间也基本上差不多了 MaxQDA的基本功能介绍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在使用MaxQDA过程中 对其他功能有问题的话呢 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界面中 都导到那个帮助按钮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常用代码这个地方 我们打开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按钮 其实是我们的帮助按钮 如果大家想要利用一个功能 在打开这个功能 但是不知道该具体怎么操作的话呢 在您电脑联网的状态下 您点击 这个功能下面 都可以找到这个按钮 点击帮助这个按钮 那么它可以自动链接您到 我们的MaxQDA官网上面的 在线使用手册 的对应的这个功能的描述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会被打开 我们的在线使用手册 您刚才想要查看的这个 常用代码这个功能呢 就是这一个段落 它会给您设备详细的描述 进行怎么操作 然后它可以实现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其实非常实用的 另外呢 如果您有其他更多的深入学习的需求 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官网 获得更多的其他的免费的学习机会 或者材料 比如说我们来到官网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学习中心 在MaxQDA官网 我们打开Learning这个学习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免费的学习资料 比如说我们的入门视频 然后我们的一个 一个入门指南 然后我们的免费的各种的网络在线课程 包括英语啊 德语各个语种的网络在线课程 所有的视频教程都以及简短的形式 告诉你每一个功能的具体怎么操作 然后我们非常全面的在线手册 我们当然也提供很多专业的培训师 如果您想要直接进行面对面 或者是这种在线的网络培训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找到 符合您要求的培训讲师 我们还有再开展一些在线 或者是线下的Workshop 如果您希望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研究网络 我们会定时向您发送一些 我们在知情研究 或者是MaxG开发中的 最新的前沿的消息 或者是动态 我们每年的三月份呢 在德国的柏林 还会召开MaxQDA 国际用户大会 也非常欢迎您能够来参加 来了解我们其他全球各国的 研究者的最新研究境况 下面我们有推荐呢 还有我们的博客 会让大家来浏览 中文的话呢 我们其实和北京师范大学的 朱志勇教授有一个合作 朱志勇教授在2017年的时候 已经将五多库卡茨教授的 智信文本分析方法 实现和软件使用展览 翻译成了中文 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册子 它里面跟您讲解了 如何进行智信文本分析的 一些具体方法 以及MaxQDA 如何进行操作的一些实操性的指南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执行在中文的各大网络商店上进行购买 下面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MaxQDA的三大产品类型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您到底想要使用哪一款 从最高级功能最全呢 是我们右边最右边的这个MaxQDA Analytics Pro 它包括了智信分析的所有功能 还包括什么 就是复杂的统计分析模块 这个模块呢 可以帮助您进行一些复杂的量化分析 就比如说描述统计啊 组件比较 皮尔森相关系数 斯比尔曼相关系数 克伦巴赫系数 也可以支持您将数据导出为SBS等量化软件 支持的格式 如果您觉得您在您的研究项目中 不需要这个功能的话 那您可以选择 使用我们的MaxQDA Plus 这个这一款软件 因为它包括了所有的智信分析功能 还包括了一个Max Dictionary 也就是量化的文本分析功能 也就基于词频或者词组 频率进行一些文本的量化分析 这个对于英语等字母型的文档来说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但是如果您觉得这个功能 您也不太需要的话 那您可以完全可以使用 我们的MaxQDA Standard标准版 它可以提供所有的智信分析功能 包括什么代码 可视化 所有的功能之外 还有一些简单的量化分析功能 可以进行结合使用 当然我们也提供两款免费的产品 可以进行帮助您进行使用 比如说我们的MaxQDA Reader 它可以让您在没有任何MaxQDA 许可证的情况下 随时打开展示和浏览MaxQDA项目 不使用许可证的有效期 或者是是否已经过期这个限制 然后另外呢 对于移动设备 我们有开发了Max App 可以安装在球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面 可以帮助您随时随地的收集数据编码 添加备忘录 然后以很便捷的方式 转移到电脑上的MaxQDA项目当中 这个对于田野调查的用户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让您随随随随地的拍照 录视频 然后添加地理信息位置 地理位置信息等等 另外我们的许可证类型呢 大概包括三个种 你一个人使用的话 可以使用选择我们的单用户许可证 这样的话你买一个许可证的话 就可以安装在两台设备上面 一个安排在您的家里的设备上 或者是办公室 一个安排在办公室的设备上 也可以安装在两台不同的系统上 一个Windows一个Mac 另外呢也是一个可移动许可证 就是说您可以把MaxQDA 安装在一个移动U盘上 或者是硬盘上面 这样带着这个U盘和硬盘 您可以在任何一台计算机上面 打开MaxQDA项目 如果对于实验室或者是储入管的机房的话 我们推荐使用网络许可证 这样一个许可证就可以允许多台电脑 多台设备同时使用MaxQDA 对于学生朋友来说 我们提出了很多优惠的政策 比如说学生朋友在 也撰写自己的毕业论文的时候 可能需要六个月十二月 或者二十四个月的话 我们针对不同的有效期 提供了不同的价格的产品 最低价格呢仅是37欧元 相当于280元人民币 或者是1300新台课 可以满足学生朋友 完成自己毕业论文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另外呢 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到底 试用哪款产品 或者是哪种许可证类型的话呢 欢迎您先试用 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MaxQDA提供 我们的试用版免费 14天可以进行试用 它提供的版本呢 是我们的最高版本 MaxQDA Analytics Pro 可以让您试用我们 MaxQDA提供的所有的功能 非常欢迎您到我们的 关门上面 这样下面的一个地址 来下载我们的MaxQDA进行试用 那只需要那么多 докум 您们可以画的